哈里公讲师王小丛 人送外号扫地僧 胡子拉叉 近视头背 一年四季就这两套衣服 经常被人认成锅炉工 但其实他14岁就考入北大少年班 18岁上这大读研 毕业后又在哈里公教数学 他讲课不用教材 高数 微积分都能精准口算 数学牛 英语更不在话下 去参加国际建模竞赛 完全不需要翻译 中文讲课讲累了 就来个全英授课 学生们把他当男神 都抢着去蹭课 然而很多人亲眼看见 他那食堂舔盘子 后来才发现他手吃俭用 一直默默捐助贫困学生 并且聚光灯下的明星 这样朴实无法的老师 更值得敬佩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NASA大神辞掉百万年薪 竟然跑回家玩折纸 还将卫星的电池板 折成书方自如的太阳花 解决了电池板尺寸大 运输难的宇宙难题 罗伯特从幼岁便沉迷折纸 但这并没阻碍他 成为一名学霸 从斯坦福毕业 进入NASA工作后 12年间轻松发表了 80多篇论文 拥有专利40多项 前途一片大好 他却觉得工作耽误了梦想 不顾别人劝说 毅然辞掉金饭碗 专心折纸 他将折纸玩到极致 不但发明了 汽车折叠安全气囊 还与医疗公司合作开发处 能进入心脏的手术机器人 小小的折纸 经过他的手 竟然变成了一门 能救人的艺术 万能之土 稀土一直是各国 争抢的重要资源 中国稀土探明储量 世界第一 却因分离技术楼后 只能贱卖稀土矿 再高价回购高纯度稀土 这样憋屈的局面 因为它等于打破 稀土之父徐光线 1972年 年过半百的徐老 半路出家 研究稀土 每周工作80个小时 终于手创了 串集萃取和一步棒大马 把稀土中最难分离的 普女元素 萃取纯度提高到了99.99% 原本要耗时数年的人工提取实验 如今只需输入几个数据 就能源源不断分离稀土 这一技术 获得每日稀土厂的停产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让中国掌握的稀土控制权 一跃成为稀土生产大国 博士无双 致敬徐老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